神经元是神经系统中最基本的单元 负责将讯息从一个部位传送到另一个部位 这种高效的信息传递是人体正常运作的基础 控制着我们的思考、运动和感觉等功能 本文将深入探讨神经元的运作方式 解释为什么神经元能够有效地将讯息传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第一部分 神经元的结构 1.1神经元的组成 神经元由细胞体、轴图和竖图组成 1.2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神经元通过图处连接起来 形成神经网络 第二部分 神经元的传导过程2.1进息状态 在进息状态下 神经元内外的电位存在差异 形成进息电位 2.2动作电位的产生 当神经元受到足够的刺激时 进息电位会产生短暂的变化 形成动作电位 2.3传导过程 一旦动作电位产生 它将沿着轴图迅速传播 通过图处将讯息传递给下一个神经元 第三部分 神经元的传导速度 3.1随壳的作用 轴图上的随壳 是由支支组成的绝缘层 可以提高传导速度 3.2神经元的直径 神经元的直径 也会影响传导速度 直径越大 传导速度越快 第四部分 神经元的传递方式 4.1化学突出传递 大多数神经元之间的传递 是通过化学突出完成的 神经传递物质 在突出间传递讯息 4.2电突出传递 少数情况下 神经元之间的传递 是通过电突出完成的 电流直接在细胞间流动 结论 神经元是人体神经系统中的基本单元 其独特的结构和功能 使其能够将讯息有效地传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神经元通过进息状态 动作电位的产生和传导过程 实现讯息的传递 随壳的存在和神经元的直径 对传导速度有重要影响 此外 神经元之间的传递方式 可以是化学突出传递或电突出传递 这些过程和机制 使得神经元 能够在我们的身体中快速 准确地传递讯息 并维持着我们的生理和认知功能 对于深入了解神经科学和神经相关疾病的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